大家好,我是小玉,枸杞是人们比较常见,而且养生效果极佳,的中药材,不知道你有没有,听说过这一句话,人到中年不得已,保温杯中泡枸杞,咱们年龄小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但是对于上了年龄的朋友来说,这句话可能再熟悉不过了,不瞒您说,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 我除了想笑还是想笑,而现在听起来才知道其中的深意,从这么简单的一句顺口溜里面,我们就可以从中知道,枸杞的营养非常丰富,而其中蕴含的价值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,尽管枸杞的营养丰富,但如果我们平时用的方法错了,也很难把其中的价值完全发挥出来,若是用枸杞与其他食材搭配使用, 养生效果不仅能够翻倍,口感也会更好,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,枸杞的这种吃法,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,以及将枸杞里面的营养成分,充分地释放发挥出来,以便于被我们更好的吸收利用, 首先我们准备300克枸杞,准备好的枸杞,我们先把它倒在案板上,我们也要挑选一下,不管多优质的枸杞,里面总会有那么几颗是坏掉的,因此我们一定要挑选干净,如果看到有些枸杞颜色不对,或者是特别鲜艳,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, 尽量把它挑选出来,丢到垃圾桶即可,正常的枸杞颜色比较暗一点,看上去大小都差不多,挑选完毕后,我们准备一小把枸杞放进碗中, 然后再加一点水进来,把枸杞润湿,接着加一勺沙醉毛毛盐,家里有面粉的,可以再加一点面粉,没有的可以用炒菜的淀粉代替,接着用我们的爪子抓一抓,给大家说一个笑话,平时我在家里面,这样洗枸杞的时候,我妈妈总会说我败夹子,觉得用盐和面粉来清洗枸杞, 实属是浪费粮食,还有矫情,她总说干干净净的食材,只需要放到自来水下面,冲两下就可以了,何必这样去折腾,既浪费粮食,还浪费时间,并且枸杞里面的营养成分,都被我洗没了,真是做得一身坏毛病,其实并不是我做,是因为枸杞表面坑坑洼洼的,还有许多的褶皱,并且枸杞也是长在树上的, 在生长的过程中,风吹日晒,它上面脏不脏,我们不用脑袋都能想到,因此我们仔细洗枸杞,是十分有必要的,抓一抓之后,用我家的自来水,反复地冲一冲,把表面的面粉残留冲刷干净,之后再换一次长浆水清洗即可,细心的朋友就能发现, 其实枸杞它表面的褶皱,和我们平时吃的葡萄干啊,还有红桃表面纹路是非常相似的,因此我们不管是洗枸杞,还是洗红枣,葡萄干等,尽量都要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种方法,枸杞洗干净后,我们把枸杞控水捞出, 放在纸巾上面,也可以用厨房纸,吸取表面多余的水分,尽量让枸杞表面保持比较干燥的状态,然后把枸杞放进一只,干净无水无油的漂亮瓷碗中,家里有条件的,再抓一把葡萄干进来,葡萄干顾名思义就是咱们的葡萄,晾干之后所制成的坚果, 生活中我们经常把它当作零嘴来吃,深受大家的喜爱,葡萄干肉软清甜,营养丰富,经过脱水后,营养成分被浓缩,就算吃很少的量,也可以充分的,吸收花色素等有效成分,具有补血气,缓解神经衰弱,降低胆固醇等功效,对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多,但是鲜少有人知道,把葡萄干,喝狗狗的, 搭配搭配在一起才是天生一对,二者都具有滋补干肾,易经明目的功效,如果存在虚劳惊亏,腰细酸痛,眩晕耳鸣,阳尾一经,内热消渴等病症,都可以将枸杞与葡萄干搭配食用, 因为我这里的葡萄干买回家之后,我就已经洗干净,晾干水分了,因此这里就不用再洗了,如果你买回家的葡萄干,没有洗的话,那么也要用刚才洗枸杞的方式,将它洗干净哦,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陈醋,家里面没有陈醋的用香醋代替,也是可以的, 接着找一个勺子搅拌搅拌,你还别说葡萄干,无论是从形状,大小和我们的枸杞都非常的相似,只是颜色不同罢了,搅拌均匀后,给它盖上一个盘子,放在一旁浸泡24个小时,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,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,鼓励一下,万分感谢您了,24个小时后就可以吃了, 这样做出来的粗泡枸杞葡萄干,营养价值十分丰富,一般情况下,很多朋友做粗泡枸杞葡萄干,都要用两三天的时间,即使一般情况下,泡够24个小时就可以吃了,只是可能没有,那样泡出来的酸味浓郁,当然泡得越久越好,泡了24个小时之后,你就会发现枸杞还有葡萄干,就会变得胖乎乎的, 吸饱了里面的醋汁,而醋里面,也泡进了枸杞和葡萄干的香气,虽然我们的粗泡枸杞和葡萄干的做法非常简单,但是它的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, 该说的不能说,存在极是真理,不管再好的食材都需要我们坚持,如果你觉得口感偏酸的话,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冰糖,但是最好建议大家不要加,因为加了冰糖之后,里面就多了许多糖分,毕竟糖分吃多了, 终究对人体没有任何好处,每天吃上几粒,或者是用它来泡水充服,都非常的不错,坚持一段时间后,你就会收获满满了。 这种枸杞与葡萄干的粗泡法,不仅简单易行,而且营养价值高,尤其适合中年男女的保健需求,它的好处不仅仅体现在,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上,更在于其能够帮助改善身体虚弱,眼睛疲劳等常见问题。 坚持一段时间的话,有望看到身体素质的明显提升,由于枸杞本身具有补肾一经,养肝明目的功效,而葡萄干则含有丰富的铁质,有助于改善贫血症状,二者结合。 相得一张,对于经常熬夜,工作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,是一种既方便又实用的保健方法。 而且,这种吃法,也很适合对传统泡水喝枸杞,有些厌倦的朋友们,可以带来全新的味觉体验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内容,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感谢您的支持,我是小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